7点48分继续回到早安台湾 我是沈景阳 来看到缅甸政变迈入第四个月 各地还是有民众上街抗议 而最大城市仰光 昨天发生了多起的爆炸事件 根据人权团体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 军政府已经杀害了至少759人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 火光直冲天际 而根据法新社报道 5月1号至少在仰光发生了三起的爆炸事件 目前没有组织承认犯案 而昨天缅甸各地还是有民众上街示威 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伯奇纳 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 希望能造访缅甸 但是军政府还没允许 而今天5月2号 缅甸人号召全球发起了缅甸春季革命大游行 鼓励支持者穿着黑色上衣 举三指拍影片 上传社交媒体 声援缅甸反政变示威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